对护华冲突爆发已经160多天 面对32000多名无辜平民上升 上百万人处于饥荒的人间惨剧 安理会最迫切需要采取的行动 是推动立即实现无条件持久的停火 安理会在这方面已经拖得太久 浪费了太多时间 过去一个月里 草案几经修改 包含了一些回应国际社会有关切的要素 但在最核心的停火问题上 始终回避躲散 最后的案文仍然含混其词 没有要求立即停火 甚至没有给出短期内实现停火的答案 这显然偏离了安理会成员已有共识 同国际社会的期待存在巨大落差 立即停火是拯救生命 扩大人道阵入 防止更大冲突的基本前提 美方草案反而为停火 设置前提 这无异于为继续杀戮 开了绿灯 是不可接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